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有流星 如果它够大就撞到地球有个坑 但是大家可能会有个疑问就是 月球上面月球表面那么多坑 地球上面为什么没有什么坑 一个很快的答案就是 因为地表里面的生态活动很温弱 所以坑撞到来之后 首先地球有自己的地球表面的运动 第二就是它有自己上面的植坯 有它的生物上面的活动 所以有些可能会遮了 有些可能是板块移动令它高了 低了 浸了下去 其实我们都考证得到 香港都是一个温石坑 维港 甚至乎更大范围 整个西港海河本身也是一个大温石坑 其实就是 只不过那个因为地壳板块移动关系 沉了下海 浸住了 那个坑的轮廓没有那么容易看到 又有海水的侵承 又有直坯的覆盖 那你就很难会看到 那维港 其实也不奇怪 所以地球上面 它的温石坑不会少的 当然它有个大气 也减削弱了那些温石的能力 但是草落那么多年 其实应该有很多 那有没有一些我们在地球上 现在很熟悉的温石坑呢 有个专题的报导 可以跟大家讲一下故事呢 但是起码的样子本身就很壮观 这个很漂亮的 这个台长现在展示出来 一摆就明明你走过去 你就知道是温石坑 你怎样去分 究竟它是一个火山口 还是一个温石坑呢 其实你从上面看来看那个模式 你会知道 当然你从它那个男性的成分 你可以分析得到 但是现在这个台长展示出来的照片 就是在美国的阿里桑那州的温石坑 它的名字叫做Baring Crater 那些人就 当地人纯粹就叫做Meteor Crater 就是温石坑 就是温石坑 那由上面这样拼下去 你会看到整个坑的形状很明显 就是因为如果 如果它是 你可以比较一下火山口的形态 和温石坑的形态 那个分别就是 就是它出来 就是里面是有 你上面有东西撞了下去 还是下面有谷东西出来噴呢 那基本上可以不同的 就是虽然你如果说人 你的暗瘡就是你里面擠一些东西出来 但是最后可能很快才会有个坑 你会叫做月球表面的温石坑 但是如果你很清楚 本身撞击的那个力壳 和下面有东西噴出来的力壳的时候 你会 其实可以从地质上面看到 和形状上面看到一些显著的分别 那么现在呢 就是看到这个是阿里桑那的温石坑呢 它很容易被你看到 那相对就是因为阿里桑那州这个地方呢 它是那个气候变化比较少了 很干燥 变了就没什么静坯 就是我以我所知 就是阿里桑那州的街边的野草呢 就是先人掌了 那所以就其他草你都不用治三了 是先人掌就成为野草 就霸了地方了 所以我就是说笑地说 你在阿里桑那州走路小心不要摔倒 就是一摔倒你就坐在先人掌那里 就是那个直辟的活动活跃 如果人的活动更加活跃了 在这个地方基本上很荒漠的气候那里 所以反而在一些干燥荒漠 人的活动比较少的气候呢 这些温石坑就可以保存得很好 所以这个就是 美国阿里桑那州 这个叫Baringer 这个温石坑呢 就成为了一个很重要的景点 那它形成的时间大约五万年前 相对比较年轻的温石坑 这个就是 但是五万年前撞下来那里 如果有人的话 都会看到这个情况 五万年前的话 你想想人类文明都说 以千年计 五万年前 尼安德塔人都没有死 尼安德塔人就在欧洲 但是那里来说 是不是都会有原始人类 那这里我不敢说 有还是没有 但是更加没有都不理的 其实就是因为很迟 就是一路 就是一路 因为你这里说的美洲 那在这些温石坑里 那些人稍后都会说 有什么的物质可以找到呢 那其实最重要的就是 如何确认它其实是一种温石坑 就是经历过高温高压而产生的 这些石鹰和这些碎片 那就可以在这里找到 就是有些很独特的残骸 你知道是外来高温高压的撞击 令到地面去那些这样的沙石 高温高压而变了质 那那些这样的石鹰 看到就是这些混石的副产品 那些是好像近乎鑽石那样 如果我也没记错 当然它石鹰的成份就不是鑽石 但是基本上都是由高温高压而产生的 就是如果你说鑽石就高温高压的碳产生 石鹰就是由高温高压的二氧化石 就是由一些泥沙 就是基本上是由一个高温高压的玻璃体来的 就是它就不是玻璃的结构 但是基本上它的原始的成份 和玻璃体差不多 那第二个就是鑽石蝦在哪里呢? 这个就出名了 这个Yukata 是这个尤卡坦半岛 它直接给了一个名字 叫做Dinosaur killer 这个恐龙杀手鑽石蝦 大家都听到这个故事 就是说 相传是说这个6600万年前 就是这个你想想 从刚才第一个比那个5万年 这个是说6600万年 这个就是老资格的温石坑 那其实我们由地质去考证到 就是说 这个是一半浸 大半浸的一个海 另外在地上 都找到少少遺跡的一个温石坑 就是它是斜斜地浸了下去的 浸了下去了 但是由那个坑的大小 我们可以评估到 它是多久之前 和当时的撞击是多大 那我们这里说不到它 它撞下来 有些什么物質产生了 因为基本上 被海浸了 然后陆上面的直飞 又被盖了一大部分 所以只能够 由海湾的轮廓去找到 它曾经有一个大坑 但是它给到地球最强的 那个确距是什么呢 它是因为它撞击非常之厉害 是令到整个地球一次过铺了层 然后有一阵很重 Iradium的这种元素的这种层 就覆盖回来 当它覆盖回来 在地面上 我们可以在地质考古里找到一个遗迹 就大约对应在6600万年前 基本上你全地球周围挖挖到这个地层 都有薄薄的一阵的Iradium 应该就是这个恐龙杀手跌落 就是这个殷石 跌落墨西哥尤卡坦本岛的证据 所以我们说这个也是能够入選 一个最伟大的殷石虾的一个 就是那件事本身 能够造成一个这么大的虾 它是 就是这里讲的 不可以用一张照片拍下去 拍得光了 直接要在地图上来表示 那它跌下来的东西本身 就讲的是 都有十公里这么大 十公里 你讲的东西本身十公里 就是无端端在那个墨西哥里 你可以想象 跌了什么下来呢 整个沙田加大埔 跌了下来 这样的概念 然后跌下来的速度是每秒二十公里 这种这样的速度 但是它经过大气层的时候 应该磨舌了很多 换而言之它原本更加大 是 它大到 跟着上山斩了 有一段时间 就是它本身太大了 那个大气层对它的磨擦 就叫做磨一股皮 但是还有一整个大件事 这样燃热 所以能够做到一个这么大的冲击破坏 到今时今日 我们都还可以考证得到 它那个石刻在哪里形成 是的 这个故事应该 石油公司叫它探测 就是那个地方有没有石油 是的 这个是一个副产品 是的 所以你发觉 所以 那些人说你去读地质有什么用呢 就是香港没什么意思 但是你如果去到那个主身里面 譬如在英国 帮英国石油做事 你是地质学家 你很矜贵 在美国也是 就是你找得和转油台公司 你做得地质是很矜贵 可能最后不是找石油 找钻石也是 找矿这里也是 所以就是 香港因为自己本身不出矿产 就很忽视这些行业 但是这些专家 无论说气候 说地质 其实是很贵的 大家努力 那第三个滚石坑在哪里 这个我自己都不太熟了 它一个叫做 它怎么读一下 这个叫Vedefort 就在南非那里的滚石坑 那它最大的特色呢 就是台长 你都scroll一张图出来 就都是很大的 由天空那里映下来 你要看到整个轮廓那里 还是很出的 而且你看到这个坑里面 是有河流 似乎有这个农业的迹象 有一些可能是农田 或者是 就是因为有黄又鹿 那应该就是 就是 它直接是说的 其中一张照片 是1985年 那个由美国太空总署 太空穿梭机 拍下来的图 就是你可以看到 这个滚石坑也是非常大的 那么它如果说这个滚石坑 也都是历史很久 就是 这里可以找回一个数字才知道 那都是在说的 2 billion 这个比起刚才油卡坦半岛 应该更加 20 billion 是的 它不是说6600万年 这个是说20亿年前 是的 这个是这样的坑 这个大小是有成 有成300公里的大小 所以你一定要从那穿梭机会 在维星上拍下来 那就是为什么它那么伟大 因为除了因为它大之外 它够久了 还有你还可以清楚地有个图 会认到那个轮廓 就是经历了这么多的人类活动 你还看到那个轮廓在那里 很明显一个圆形这个坑 所以基本上我们知道 是一个滚石坑来的 就是在南非这个地方 那它里面说的 因为它是说20亿年 那整个20亿年前的地质 被人这样反弃了 所以在那里 你比较容易找到一些 了解到那些 20亿年前的地球 那个地质是如何 就是要提一提 地球呢 其实才是40多亿岁 它在说20多年前的一个 一个撞击的遗迹 今天都还看到 所以为什么我说这个 就是南非的滚石坑都可以这么伟大 第四个? 第四个这个就是澳洲平胜来的 这个Norala 这个滚石坑 这个滚石坑最特别的地方 它都是很年轻的 在说六万五千年前 就是好像我们刚才说 第一个阿里桑拿 好像那么上一年 就是年轻的 它其实周围就是一堆坑 甚至你可以找到 那块大石还在 就是跌下来的那块 那块也还在 所以你会看到 整个澳洲平原 会突然有那块 那些人会爬上去 那些附近有大大小小的坑 成为了一个地质奇境 但原来这件事 就不是自己原本形成的 基本上就是有石 跌下来 整个这样的东西出来 如果有澳洲的听众 就是你有去过 就是看到有什么有趣的东西 那即管我们可以在一个论坛交流一下 那它跌下来 这个在澳洲的土著是圣地 不过如果你说这块是在上空下跌下来的 我觉得都是相当之厉害的 是啊 你是不是说现在这个 我们看到这个是在太空下跌下来的 是啊 是啊 那它就有够一跌下来 还可以令到地面一百多米这么高 你要爬上去的 够大约是4.5公里这么大 那 是的 这里应该说它是长一点的 应该是说2亿年计的 就是如果长的那个 它大大小小有很多个在附近 但是长的那个都可以上上亿年去计的 OK 好 第五个呢 第五个 我自己也不太熟了 这个是在德国的 但是呢 为什么这个值得提呢 它说在德国 我都不太识计 叫Nottinger Nottinger Ritz 但是当然德文读法就是第二个法音 或者叫Rais and Ries Crater 那它呢 就是如果你去的时候 有一件事跟我们的接触听众有些关系的 那我稍后会说出来 那它就说的都是由1400万年前形成 那大小大约是24公里左右 那基本上你肯定有些是300公里 有些是几公里 有些是24公里 你就知道那个撞击究竟有多大有多小 那这里我最有趣的是 你如果从照片那里看下来呢 是 它已经下面是住满了民居 住满了农田 一个普通的德国的郊外村庄的地方 台长你由那张 又有深绿又浅到这张照片 你能否承认到那个浑石坑的轮廓 其实就是一个大圈 就是整个大的圈 上面的深绿色和下面的深绿色 就是整个弧形 将它想起连结 用个圆形连结在一起 其实就是我在这里 是的 但是你今天怎样估到呢? 没有的 那这样就可以说了 里面在它附近的土壤里面 找到什么成分 那如果你再找下去呢 这幅图下面有幅图仔 下面有人找两个手指 去拿着那块东西呢 那块东西叫做折黑暗石 那这件事呢 其实就是我们有拿过来 送给部分听众做纪念品的 那其实我还有一些剩下的 我还会继续去安排 去送出去 就是去踏借一些 去很有力支持我们的网友的 那就是大家有些耐性 那我会陆续找机会 去将它送到出去 我自己保留了很多 就是保留了很多 我尽量想找回来送给大家 那这件事本身呢 这件叫折黑暗石的东西呢 首先就这么说 那名字有点不符合 它是一个由暗石撞击的副产品 它不是直接天空掉下来的那块东西 但是如果没有天空掉下来的那块东西 就不会有这件东西出来的 有一些暗石坑掉下来之后 它会产生到一些石鹰在那里 就是其实它最后出来有什么副产品呢 很视乎原先的土壤有什么的成分在那里 而刚巧在德国和折黑这些位置 因为它的抗藏的成分的关系 令到那里如果有暗石掉下来 是会大量产生这些绿色玻璃体状 这些这样的蒸石 那开始大家不以为这些东西就是暗石本身 所以尤其是在捷克那里找到很多 德国那里也找到很多 于是乎就叫它做捷克银石 但是其实我们后来知道它是一个银石 高温高压撞击出来 将周围的土壤变出出来的结果 其实我觉得它比石鹰更加漂亮的 看来它的那种文理的色责 那种很漂亮的 还有我觉得 就是为什么想到它可以用来送给大家 就是它也是一种 有些人喜欢玩玩这些这种堡石 抗石的人 他觉得有一种带来一种 一种慕容 有一种带来好运的意思 那次黑暗石的名字叫Modified 其實在網上你不難找到 其實你可以大塊一點的那些都不是便宜的 所以我找到一些樣本的那些 反而是很細碎的就可以很便宜地找到出來 但是如果大塊一點的那些 有些人甚至乎去玩那些 有些人主管地相信那個精石本身有自己的能量在那裡 但是我問你人 我不知道他們怎麼能量 但是他們感覺到 其中這一種就是喜歡玩這些石的人 就是其中一種人物來的 所以我覺得看到這堆這樣的 我至少覺得 你會很慨嘆地在地球上面 可以找到這種天外來的這種力量的遺跡在這裏 而且很多時候會看到 它怎麼和我們這個人類的物名融匯在一起 所以我覺得這個專題報道很值得跟大家介紹一下 但是雖然我們說五個 但是其實可能還有很多 甚至有很多我們還沒發掘的 只是香港兩個我覺得很值得去認真去了解一下 但是我們暫時知道的資料不多 好 我不介意 好 我們這次是結束我們下一節再回來 嗯 嗯 謝謝 梁錦祥工作室 在這個網絡言論自由被打壓的年代 我們依然堅持自我做好節目 堅拒自我審查 因為我們相信內容有價 而你們的支持就至關重要 請大家訂閱 兩月梁錦祥工作室Patreon 並立刻成為付費會員 守護自由言論 而我們在YouTube頻道上的每一支節目 都要麻煩大家記得按讚、分享、留言和按鐘仔 感謝大家一直支持梁錦祥工作室節目